环球网军事1月19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18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写道,俄副外长李奥布科夫,1月18日在会见外国外交官时表示,俄方不接受美国就中导条约发出的最后通牒。 俄外交部称,美国对俄罗斯的指责毫无根据,俄方不接受美国的最后通牒,他们试图掩盖自己违反条约的行为,并且最终将其撕毁的意向。 俄罗斯提醒美方,美国伙伴拒绝了我国为解除担忧而提出的相互透明化的提议,俄罗斯还指出,华盛顿正在摧毁全球稳定的基石,该举措将对整个国际安全体系,造成严重后果。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约,指责俄罗斯违反该条约,并称美国需要发展该条约所限制的武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指出,中导条约破裂,将迫使俄罗斯为保障自身安全采取措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18年12月4日表示,如果俄罗斯不恢复遵守中导条约,美国将在60天后,暂停履行条约义务。 美国助理国务卿涛普森,2019年1月17日称,要想保留中导条约,俄罗斯必须销毁9729型陆基巡航导弹。 然而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此前已指出,9729型导弹的射程,不超过476公里,并不违反该条约。 中导条约全称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1987年12月8日,由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 条约禁止双方试验,生产和部署射程,500至550名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但对海基和空基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并没有做出限制。 俄美两国近年来多次相互指责对方违反条约。 At Sevilla Debt Post,7,531,情人节将至,也到了赠送巧克力的高峰。 Matthew时代的情人节,巧克力在日本可能别有味道。 情人、恋人、夫人、友人。 表达爱意,传递情谊。 在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送巧克力。 普贴下一个不言的默契。 天经地义的规矩。 似乎是男士送女士。 在日本,这个不言的默契,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不是男送女,而是女送男。 而且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Gary Choco,翻译成中文就是意理巧克力。 意理,日文与中文汉字的本意非常贴切。 就是有义务的道理。 这个义务,是女士给男士送巧克力的义务。 2月14日情人节,成了日本特有的White Day,白色情人节。 情人节,情人节送巧克力。 在日本是一个超级大生意。 情人节前后几天里卖出的巧克力, 可以占到商家一年的销售量的大头。 情人节前后巧克力在日本的热销。 部分应归于所谓的一里巧克力,Gary Choco,传统。 及职场女性们,要为男性的上司、老板, 同事邓送巧克力。 一里巧克力,本来是巧克力商家针对男性希望在情人节收到礼物的心理炮制出来的促销炒作。 这种炒作,换一个地方, 可能转瞬即逝, 或遭冷落不屑。 但是,在男权社会和大男子主义文化,根深蒂固的日本,男人希望在情人节收到巧克力的心理, 变成了女性应该给男人送巧克力的一里。 日本商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推出的一里巧克力。 到了80年代,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带有强制性的传统。 日本职场女性,在情人节如果不给公司男性同事送巧克力,会被视为是失礼。 Machu之风吹遍日本岛的今天, 日本女性对这个所谓的传统发起了挑战。 称送一里巧克力等同强迫给予, 其实这是滥权和骚扰。 要对给男同事送巧克力说不。 情人节前东京一家百货店的调查显示, 60%的受访女性说, 今年的情人节只买巧克力犒劳自己。 56%的女性说,会送巧克力给家人。 只有35%的受访者说, 会给公司的男同事送一里巧克力。 对风头转向比较敏感的一些公司, 已经明令禁止送一里巧克力。 一名职场女性,在接受今日日本Japan Today网站采访时表示, 在公司禁令之前, 我们担心要在购买巧克力上花费多少钱。 还要担心,我们应该给谁送巧克力。 这项禁令,让我们不再有这种强迫给予的文化。 注重品牌形象的巧克力公司, 也见风十多。 国际知名品牌, 比利时的Gadavi哥地范打出大幅广告, 称情人节应该是人们表达真实感情的一天, 而不是用来协调工作中的关系。 在对一里巧克力说不得同时, 一个新风尚正在形成势头, 在情人节送Gyaku Shoko, Gyaku日文的意思是, 反向、逆向。 Gyaku Shoko即反向巧克力, 巧克力从一里到反向, 可能会让一些日本女性, 觉得扬眉吐气。 对商家而言, 巧克力无论是一里还是反向, 只要有人送, 就偷着乐吧。 新华社德黑兰, 1月10日电伊朗总统哈桑洛哈尼时日表示, 伊朗将在未来几周内, 用本国生产的运载火箭, 发射两颗人造卫星。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 鲁哈尼时当天在出席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逝世, 两周年纪念仪式上, 做出这一表示的, 就伊朗准备发射运载火箭的消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本月早些时候, 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中说, 伊朗发射运载火箭的计划, 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 他要求伊朗方面停止相关活动。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随后表示, 伊朗发展运载火箭核弹道导弹, 并不违反安理会相关决议。 美国没有资格指责伊朗。 2015年7月,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根据协议, 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 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制裁。 2018年5月, 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称该协议为限制伊朗发展弹道导弹项目。 伊朗多次表示, 伊朗有权发展防御性弹道导弹, 不会就国防问题, 与他国谈判。 新华社科威特城, 1月7日电, 记者聂云鹏王威, 萨纳消息,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斯7日离开也门。 胡塞武装表示, 格里菲斯在也门逗留期间, 与胡塞武装讨论了和台达停火等事宜。 当天, 格里菲斯从萨纳机场乘飞机离开也门。 胡塞武装通过也门萨巴通讯社表示, 格里菲斯与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 和该武装最高革命委员会, 主席穆罕默德·阿里胡塞等人, 举行了密集会晤。 就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 在落实已经达成的停火等协议方面遭遇的障碍和违规行为进行了磋商。 胡塞武装表示, 双方环旧举行新一轮野门和谈, 开放萨纳机场, 以及人道主义问题等进行了磋商。 穆罕默德·阿里胡塞6日会见格里菲斯后,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双方目前尚未确定新一轮和谈的时间和地点, 他还表示, 胡塞武装要求重新开放萨纳机场, 并解除对该武装控制地区的封锁。 格里菲斯办公室, 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格里菲斯5日, 抵达也门首都萨纳。 据悉, 他还将赴沙特阿拉伯首都, 利亚德, 会见也门总统哈迪。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 近日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和台达停火协议。 5日,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 在和台达市南部地区爆发了激烈冲突。 联合国主持的新一轮也门和谈于去年12月13日,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结束。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谈判代表, 在涉及停火, 战俘交换, 和台达控制权等重要议题上达成一致。 随后